I've been running for so long I'm clear about the past I was on Hi 大家好 我是阿信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終於要來探討 大家一直都很好奇的 如何做我們一台遙控手持機 DLG的最基本設定 然後呢 每個設定跟模式的原理 還有混控的概念 那我今天呢 就來用我 經文的能力 然後來講解 給大家看我們最基本的 調整的一些方法 那我這些 我的設定的方法 跟我的飛行習慣 都是我自己的 那我今天的任務呢 就是要幫 不管是你剛開始拿起手持機 或是你已經有手持機 飛行經驗呢 可以在你的飛行的調整上 可以有更加一步的 一些的概念的了解 那也可以跟幫助新手呢 可以把你最基本的遙控器設定好 讓你開始去飛行 去享受我們今天這個手持機樂趣 那我們就開始講解吧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 恭喜你 你的手持機 你剛拿到手 那你已經把接收上好了 那也接上遙控器 那我今天會拿我的Grabner MZ24 來做一個示範 那每家遙控器的設定的方法 都會略有不同 但是整體的飛行概念 都會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在開始任何設定以前 我們先確認一下我們現在飛機有動作 動作也都對 然後 其實 呃 在開始任何的設定以前 其實有一個重點是 第一要了解你遙控器有沒有支持 滑翔機設定的功能 那 什麼意思呢 代表滑翔機設定的功能 那其實就是代表 呃 滑翔機的飛行模式很特別 就是 我們會設定很多個獨立的飛行模式 那如果你可以現在看到我這邊 我現在這台是顯示Cruise 那如果波動我的飛行模式的接感 會有Speed 速度模式 然後Cruise 巡航跟Dermal這氣流 那 呃 9X2 他們都會有這些內建的 呃 飛行模式的功能存在 所以呢 你只需要打開滑翔機模式 然後並且開始設定就好 好 那 當你已經開始 為什麼要這個 呃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點是 因為 我們在飛行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需要改變 呃 我們複翼的 浮翼的模式 來達成飛機不一樣的飛行速度 因為我們滑翔機沒有馬達嘛 那 異形的改變跟你一些 不同飛行速度下的動作量的調整 就需要獨立 所以呢 獨立的設定跟微調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種特有的滑翔機設定的模式 好 那這是當然首先的確定 那我們首先開始齁 我們現在呃 當然很多人可能以前跟我聊過說 欸 關於不一樣的飛行概念的設定 那但是我現在這是我最新的調整方法 那我們最新的調整方法就是從Speed 開始調整 開始調整 那我們首先 Speed當我們的歸零模式 那我們首先呢 如果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複翼這邊齁 是 呃 不是對頻的 那每台飛機呢 他們廠商都會公佈關於說 Speed的設定到底是如何 那就可以依照呢 你這台飛機的說明書 不然是 你也可以呢 來臉書上問我問題 那我也會回答你 關於各台飛機的 一些飛行模式的設定 好 那我們首先當然呢 要開始當然是 我們先確認我們的動作方向 因為呢動作方向沒有確認好呢 所有的飛行模式 設定都是白飛的 那我們現在看 好 左 好 是對的 然後又負翼 對的 然後 好 當我們的升降座 升降座 還有我們的 方向座 好 好 現在都正確了 那 呃 當然 那我們就從最開始的 我們就從我們的 sub trim 中立點微調 因為中立點微調 就是我們當然第一個 程式設定微調 好 那有這個設定好後呢 我們才可以開始去設定其他的魂控 那我們當然就 那我現在這邊 調一下我的負翼 那我們Grabner的負翼是2跟5 那我就把它調到 平行 呃 我們的 翼間 因為這台 Stream NXT的話 它的是0% 0mm 就是對齊 服役 那我們再確定一下 然後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升降座 升降座微調 自平 一樣好 在這邊調升降座 確定方向 對 我們的方向 對 一定要確定所有的 呃 我們的微調的面積是 完全平的齁 就如我現在 螢幕上顯示的 好 不好意思齁 這是我的 比賽練習的計時器 好 那當我們這個都開始調好之後呢 把這個鏡頭移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 這邊 現在這邊是完全平的 那這是我的 第一個 我的基準點的速度模式 那 接下來呢就是 我們要把我們的 模式 切換成 呃 其他模式去做調整 我們先把飛行模式的那個 呃 靜翼的量調整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切到 Cruise 那 Cruise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 我們的 呃 我這邊已經先做好一個 混控就是 可以 喔對 那我這邊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有一個重點 今天每一個遙控器上一定都有這個選項 就是叫 Trim的設定 那Trim的設定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在 就是Trim你要先把這個飛機的微調 設為獨立 Trim Step 在 Trim這邊 打開來看一下 來 這邊 我這邊有個 TE separate 就是代表 我所有的飛行的Trim 我這些微調 我是獨立微調 所謂叫獨立微調就是 當我模式切換的時候 模式的微調不會影響 所以假設我今天我的Cruise 是0微調 可是因為我要到Speed 需要比較快 需要撥升降度的微調的時候 是並不會影響的 微調只是獨立的 所以呢 要先確定你遙控器的設定呢 Trim是獨立的 那這些都可以調整 好 然後我們繼續回歸 那其實有另外一個點 就是我們現在開始要調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1精一往下 那像我Grammure的部分呢 我已經有獨立先設定 就是 我把我的精一的動作量的混控 混到我的Trim Step DT1這邊 那JR JR的控制量是已經直接內建在這兩個波桿之一 JRXG8XG14的控上 那Grafner現在兩支三支遙控器幾乎 32我不知道 但是 24跟24Pro的話 全部都是需要混控到這個上面 那如果需要這個教學的呢 我們台灣有Grafner Line的群組 可以協助各位幫忙 我們Grafner台灣的代理小菜 非常的專業 那他都會協助幫忙 這個部分的設定的問題 那我自己對Grafner這支控很滿意 然後 我們台灣小菜的售後服務很好 所以我也很大推薦 大家這支遙控器 好 那我們今天Trim Step 已經混控好 代表我可以直接撥動這個獨立的微調 來微調我的敬意 所以那我現在我就直接撥動 EMM 其實EMM真的非常的少 如果各位看得到差別 我現在撥回一般的Speed Cruise 所以這是為什麼手持機的伺服器 選用非常的重要 我現在這台的手持機是用X08V5 那一定需要數位跟金屬齒的伺服器 因為數位的伺服器的準確度 才可以達成這樣的效果 所以你看我這是EMM 好 這是我的巡航 那我接下來直接切到Dhermo 那Dhermo一樣呢 我到這邊後再往下 Dhermo是大約3到5A 就這樣直接撥 好 這樣子 來 這是3到5A 那我現在給各位看 我們現在 在Dhermo上面 然後我們每個模式都是獨立的 所以Dhermo Cruise Speed 那我這三個模式已經設好延遲了 所以伺服器做動才不會那麼直接 那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這都是看個人的習慣跟設定 好 那我這邊設定好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 我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設定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升降座跟靜翼的設定 那通常 一般 在一般遙控器會顯示為 ELE 至FLP 或Flapparon FRP都可能 就在我現在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張圖片 那我們 Gram的24的話 的話 是在Flatmix裡面 來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ELE V 幾乎所有遙控器 就是通用的代號 就是升降座跟靜翼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設定那麼重要 那其實這個設定的工藝就是 當我打升降座的時候呢 靜翼要相對的一起往下動 那我今天先開啟這個設定 我這邊已經開啟 因為這是我設定好的 那你會看到我這邊已經有 相對的值 那各位給看 我們現在 如果打升降座的話 非常非常微小的變動 可是對飛機升降座效益跟轉彎的過程 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動升降座 然後 每個模式的量都會不一樣 像 熱氣流模式 因為飛機比較慢 那對於升降座的 帶動靜翼的 混控比就更大 那我們這邊的值也不一樣 所以呢 真的要依照飛機的設定跟建議 那有些廠商會建議你 這個值 那有些廠商不會建議 那 我這邊呢 幾乎 以升降座全行程 假如說我們現在 上下 10到15mm的升降座行程的話 幾乎就是配上 大概5mm的 3到5mm的 靜翼的量 然後很多人問說 欸那我今天 我往上 我 降座的時候 我需不需要回合控 不需要 而且 會降低飛機的動能 跟 降高度 因為你現在是把疫情破壞 所以我所有模式的 的 只有 上 有沒有 給各位看到這邊這樣 這個設定就可以影響 你飛機在過彎 還有熱氣流的飛行的動能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一定要設定 這是另外一個非常很 基本的設定之一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到就是一個 因為我們 如果看過滑翔機飛行 其實滑翔機在飛機轉彎的動態 有一個非常高的要求 所以呢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讓我們轉彎更加的損暢 其實就是我們的 複翼跟方向舵的混控 那複翼方向舵 我們 一樣 大家的代號 我再 我會給大家看一個 我們 簡單的翻譯的表 如果你對這些英文名稱 還不熟悉的話呢 也可以參考一下這個表 那我也會放在這個影片的最後面 給大家參考 好 那我們一樣 ALE Aileron 複翼 到Rother混控 那我這邊是有設定開關的 因為我有時候 風大的時候 我想關掉 那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設定 但是我一般建議的話 是都可以全開 那我們一樣要設定這邊看 那我現在這個是只是50% 那 這個呢 真的要看每台飛機個人習慣 但是我建議可以從一個 至少20到30%開始 然後再依照你自己的個人的習慣跟觀感 去慢慢的調整 那如果我看一下動複翼 好來 現在大家看到 我複翼打轉 也會看到我們的方向波 在跟著轉 那這就是 很一般的複翼方向波 空 對 那 不好意思喔 這我的計時器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關於我們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飛行重點 就是我們的降落 那我們今天降落 我這邊 用一個模式設定給大家看好了 先都歸零 好 來 那今天我們一般 我們在做降落煞車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蝴蝶煞 我們都有一個開關鈕 那我今天 我的開關鈕 我是都設定在 依照遙控器可以自由設定 我在設定在 Switch 7這邊 那我非常 我知道很多飛友會沒有設一個保險開關 但是我非常建議 一定要設一個 降落煞車的控制開關 因為 特別是在起飛的時候 有時候比賽的時候起飛的時候 如果你忘記關掉你的flap 直接起飛的話 那因為蝴蝶煞 你需要補降多 飛機會直接 墜機 插圖 而且會傷得很重 我已經修了好幾台 所以呢 這點非常注意一下 我這邊 我的習慣一定都會設 好 好那我們今天設好後 你看我現在這邊rate是0 所以我的 我這邊是美國手 但是 你會看到我這邊是0作動 那我現在馬上設定 一個值 對 要設定對邊 然後我剛剛的值是 47 51 因為 一定要去用 你的肉眼去觀看那個 我現在開始放的動作 一定要去肉眼去看你的 呃 你的煞車量有沒有一模一樣 負一的形成量 因為 在安裝的時候 機械上 伺服器跟伺服器壁的關係 多多少少都會有些機械上的差別 那當然這依照你安裝的 安裝的一些能力跟狀況值 那目前台灣 呃 我有裝過 呃 目前用過最好的機械比例 應該就是我們台北的小盒 裝出來的 呃 複翼的機械 的 準確度 是最高 而且是最完美的 那很多 當然飛有可以跟他詢問 欸他是怎麼可以裝出來的 我自己也很好奇 因為他裝出來的完美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很佩服他 那所以我們今天設定好我們的 flap 那除了設定好這個flap之外 跟我們的油門 呃 很多人用開關 我非常不建議用開關 因為呢 油門還可以依照你需要的控制量 慢慢去釋放 那 這樣子才比較好控制你飛機的速度 那除了我們的flap 現在控制量好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 呃 我們自己我們的 降舵的配合部分 那 呃 降舵的 像我們的 Grapner的部分呢 或是從這邊調 示範給大家看 我剛好跟我一樣會接 是 他現在是這個點 就是我們上面 你會看到我們這個 行程點 我們需要調的是 下面那個行程點 所以要先按Increase到下面那個點 然後 直接調 對 Y-axis 直接調它的比例 那我現在這-54 就代表 綠色點是遠點 紅點是當我的行程放到最低的時候 如果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呃 我另外一個螢幕上面這邊 給你們看這個 這樣多的畫面 就可以看到 這個值 就是-54 最後的值 那這個的調整呢 當然是飛行後 你才可以去做詳細的調整 拉到準確 當然飛機到慢 又不會到完全失速 那這個是 好 Butterfly 那我們開始飛機 慢慢的接近完成了 那最後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參考點 就是我們的 負翼相差洞 那 負翼相差洞 一直是一個大家 呃 很常常問的一個問題 很多人說啊 負翼相差洞 到底是多少 還好 要1等1一模一樣 上多 下少 還是下多上少 我只能說 這個真的看人 跟看飛機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 不一樣的飛機 它對負翼的相差洞 有不一樣的反應 那相對來講呢 每個人的手的習慣的程度 有些人很喜歡用方向舵 那很喜歡用方向舵的人呢 他就不應 他就可能會用 呃 我們負翼 就是正 插洞比較多 就是我們所謂的上多下少 就像我圖這邊 開始講到插洞 那有些人呢 不喜歡用 方向舵 呃 就是我們稱 我們手機機界 呃 像我們洋海大 就是用無方向舵飛法 那無方向舵飛法呢 就是所謂我們的 我這台飛機現在是 呃 我插洞是幾乎一模一樣 可以大家看 呃 這個角度有點難看 這是 我的插洞幾乎是 接近一樣的 那略下多上少 但是NXT的話 是不需要太多插洞 那如果像我們現在很主流的說 Snipe DRG的話 Snipe的話 就是需要比較多 呃 反插洞 就是下多上少 那這個呢 就會讓飛機的在 呃 在這氣流中轉彎的部分呢 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感受 會讓它切近 呃 甩尾的程度會比較好 那 一樣 這就是要看個人的飛行習慣 好 然後最後呢 我好像剛剛略少講一個很特別的飛行模式 就是我們的起飛 那我們回到主頁 那我們一樣看到主頁這邊 呃 現在是Cruise 那我們當然Dermal 都可以另外調好 這都是你自己去把所有設定規 你第一次 設定手持機的時候 很累 因為你要把每個模型 每個模式的設定 一個一個把它 獨立設好 要重複做很多次 很煩 可是 設定好之後 你全部都可以複製貼上 到你其他模型上 然後調動作量的值 所以呢 你把一次模型設定好 好好一次設好 確定每個動作都有到位 再去用其他東西 那當然很多人就問了 就是關於那個 起飛模式 那起飛模式呢 我這邊 我今天設定的是一個 叫我們現在的 就是彈簧式的起飛方法 就是用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是 三段式彈簧鈕 那是MZ24比較獨特的 那這個三段彈簧鈕的 概念是怎麼運作呢 其實是 我現在用一個圖給大家看 那最下面這一段呢 其實就是開啟我的 一般的飛行模式 所以當這個開關 在最下面的時候 我的所有的飛行模式 是不影響的 OK 正常我的三個飛行模式 我另外一個飛行模式 扭在這邊 那今天假如說 我撥到中間這個扭 它就是我所謂的Launch 那Launch的概念 很簡單 它一定要有Override 就是超越其他 飛行模式的優先權 所以當我這個模式 搬到這裡的時候 我的其他飛行模式 是無效的 這個列為最優先權 那很多遙控器 都可以設定priority 那一定要設定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起飛模式 的獨立很重要 就像一般你飛行模式 你會設定有煞車設定 那起飛模式就是一律都沒有 因為飛機起飛的速度非常快 你只要有錯誤的設定 或是錯誤的開關拨下去 很可能飛機會出問題 因為手持機投擲的時候 最快的速度就是起飛 所以呢 要把這個搞定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優先 那一般人 假如說Launch模式 就簡單帶一點點升降多 讓飛機可以往上一點點 可是我呢 這邊我自己是個人是使用 一個叫二段式起飛方法 那這個呢 這個鈕很簡單 就是 帶它的時候一樣 會變成Launch Preset 你看Launch Launch Preset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讓我帶動 更多一點點升降多 哇 飛機快沒電了 但是沒錯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的瞬間呢 我也會 等一下會放一個影片 就會看到說 這個模式的設定架 我飛機就可以瞬間 往上 帶 那就可以形成一個 很安全的起飛方法 那是我們現在比賽非常主流的一個方法 我們就是叫 就是兩段式起飛方法 或是我說彈簧牛起飛方法 那我未來呢 回台灣之後 我也會再多這個方面去進行一個教學 因為這個部分是稍微比較複雜 但是是當你學好之後 會是一個非常安全的起飛方法 好 所以呢 沒關係那就是 那今天呢 如果你基本設定的話 你就是設定Launch模式 因為一般遙控器沒有這個開關 你只能設定多一個開關 就是蓋過那個飛行模式 那你就設定一般的Launch 那其實-1的部分就是平的 或是就是你的Speed模式 然後 帶幾個升降座的Trim 讓飛機出手之後可以履履的往上 即可 好 那 目前呢 這個就是 呃 目前就是手持機飛行的主要設定 那我們當然 我還有講 沒有講到就是我們的 關於我們的相差動跟我們的曲線大小 那這個呢 就是真的非常依照個人的習慣了 因為有些人喜歡大動作量跟小動作量 但是像如果你是新手的話呢 像我們一般升降座跟方向座 就是建議上下大約 左右行程大約就是1公分 或是10mm 10mm 那-1的話呢 一般 像這個呢 就是還蠻大的動作量 是 很多人 很多人看到我這個動作量 就是覺得還蠻誇張的 那一般呢 我建議是說 一般飛友在飛行的時候 呃 大約是 呃 10到15 一樣10到15 或是10到 大約15到20左右的行程量就好 然後依照個人的習慣 去把飛機去控制到比較好控制 那如果你 到後面你飛行變得比較進階之後 你覺得需要調整更多的 行程量或控制量再額外去調整 那很多人會講到 關於說我們的 Experential 關於說 這個的也有差 那這個一樣很貴人化 關於你自己的設定跟習慣 對 所以呢 目前呢 就這樣 那我們當然還有 我這支遙控器有很厲害 關於說我們的計時啊 我的雙向回船 各樣的 比較詳細的 Flat Mix 跟Program Mix 那 如果有問題呢 歡迎大家來問我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Cover說 蠻基本的 我們 手持機拿到入手的基本的設定 讓你可以去享受這個飛行 那我一樣建議 如果你剛開始新手 第一次拿到飛機 請聯絡一下 找一個已經有經驗的飛友 去帶你 手持機 因為呢 手持機畢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滑翔機 它對很多設定非常敏感 所以呢 很多的 第一次的話 特別是手航 真的會建議 找一個朋友 或是找一個有經驗的飛友 去帶你完成這個 手航的設定 但是設定 遙控器設定 就在我今天這個影片這樣結束 那 有希望 也希望我這樣子 影片有幫到 各位對這個 飛行有興趣的 那這些設定 一樣可以套用在各 其他的滑翔機種類上 那一樣就可以把 飛機的性能帶出來 帶出不一樣的速度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呢 也歡迎在留言區下面問我 那我阿信也是希望就是 大家也可以 有機會去認識跟了解 這個 我們比較複雜 可是非常非常 好玩又上癮的 手持機 的飛行 那下一部影片呢 我要開始會去講到 關於手航啊 還有一些基本的設定 到後面未來呢 我也希望呢 可以跟大家講解 關於說 我們手持機比賽呢 到底在做什麼呢 然後來講解大家 聽如何去參與 手持機比賽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看 呃 觀賞我們今天的F3K影片 那真的希望 大家有幫到大家 好 謝謝大家